带式过滤器 带式过滤器由以下结构组成 主机包括进叶口、排空口、出叶口、红底 安装标笔 再把上带 手轮 安装在标志上 再安装往栏、立带、压盘 盖上风口并拧起掉环螺栓 最后安装压力表 物料用缝打入过滤器内部被滤带过滤 过滤后的清液从出口排出 过滤是绿带拦截屋叶中的固体颗粒 不断沉积在绿带内 红体内部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关闭进了泵 打开排空 把排空残烟后人工清洗绿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